好 下面看一下另外一个支点 那就是金融机构往来业务的快据处理问题 那他互相之间是有一个债权债务关系 一个结算问题 今天你欠我 明天我欠你 这就是一个往来 那下面看一下关于科目设置问题 为了便于和央行结算 那你看一下是不是在央行要开账户 在央行是不是要有一个款项吧 所以我们看一下科目设置 对于借房来说是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这是一个资产的科目 为什么呢 很简单 中央银行它本身也是银行的银行 政府的银行 中央银行也可以开了账户 吸收存款 发放贷款 办理一个转账结算 但是他吸收存款是什么呢 主要是商银行存款和政府的存款 那下面看一下贷房向中央银行的借款 这也形成了金融机构的负债吧 找央行 好 下面看一下 为了便于和同业之间结算 我们之间互相要存点钱吧 所以的话 他有一个存放同业 我把我的钱存放在金融同业 比如说在其他的银行 我开个账户存点钱 这么一来的话 我们之间如果有一个债权债务关系结算的话 直接动用这笔钱就行了 为了方便结算用的 那同样的话 什么呢 同业也会把钱存放在你这吧 所以同业把钱存放在你这里面 这就是同业存放 它是一个负债 这是金融同业之间为了便于结算而开设的 那互相之间他们要拆借资金吧 那如果你拆出去 借给别人 外借给别人 这是你一个拆出资金 拆出的话 就是借出 是可以收取利息的 所以它肯定是你资产 然后呢 是你的一个拆入的资金 这是你一个负债啊 之后的话什么呢 就是跌线负债 这是一个负债项目啊 好 下面看一下具体的账务处理问题啊 那首先看一下第一点就是 存放中央银行款项的问题 那首先看一下方向啊 如果那你要什么呢 这个现金的话可以是从央行领取 或者是干脆是什么呢 交存现金 那我们在这里面看一下啊 那如果我从央行领取现金 会怎么办呢 如果我从央行领取现金的话 那你说央行不会白给你吧 那我是带方什么呢 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那借付存现金 这和企业去银行提现是一样吧 我去银行提现的话 我的银行存款账上资金减少了吧 那这个也是 存放在中央银行款项的资金是减少的 这是一个资产项目 一个资产减少了 然后另外一个资产就是 库存现金 库存现金这个资产是干嘛呢 它是增加了吧 所以你看一下啊 一个资产增加 一个资产减少了 那这是一增一减的问题啊 那如果我是交存现金呢 那填写现金交款单 做一个相反的度 那很简单 比如说 我上面我是啊 有大量资金 我要交存到央行 那这么一来的话 我的库存现金就减少了吧 那我的什么呢 存放中央银行款项就增多了吧 所以如果是交存现金 是借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代不存现金 正好是相反分录 好 下面看一下第二点问题啊 那是什么呢 那就是 如果我要发生什么呢 缴存存款准备金 那缴存存款准备金 分成什么呢 财政性存款 和什么呢 一般性存款 那缴存存款准备金 相当于我去央行干嘛呢 相当于我去央行 进行一个什么呢 存钱 那我去央行存钱的话 这个钱从哪存呢 那什么呢 借方的话就是 缴存中央银行 财政性存款 那代方呢 就是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也就是说 我把这一部分什么呢 相当于我把一部分 抄我的准备金 变成什么呢 变成我这一块呢 准备金了吧 一个账户之间 一个划转的问题啊 那这块的话也是 借小存中央银行呢 一般性存款 代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它是资产项目的什么呢 内部的一增一减 退回的时候 做一个相反分路啊 这个要注意啊 因为你是什么呢 本身在央行是有账户的 既然在央行有账户 你这个账户之间 内部划转就可以了 好 下面看一下 像央行借款的问题 这个是更简单 你把这个他 你把你自己理解为一个企业 把央行理解为一个银行 这就可以了 为什么这块乱就乱在什么呢 它的业务性质 其实和企业差不多 但有可能分路整个耳性反 第一点看一下 如果是向央行借入款 那怎么呢 向央行借款 央行那给你钱吧 那给你钱怎么给啊 央行也是银行 你既然在央行有账户 央行就把钱打到你这个账户上去吧 打到央行这个账户上去 所以是什么呢 存放中央银行款项是增加的 借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那你这个款项怎么来的 你增加一笔负债吧 那带向中央银行借款 相当于我跟中央银行借一笔钱 中央银行把钱打到这个账户上去了吧 那你说企业找商银行借钱 是不是也这程序 你首先在这个商银行得开个账户 然后呢 人家一旦是放款 要把这个钱打到这个账户上去吧 然后你账上多了一笔存款 然后你也多了一笔负债吧 这同样是啊 好 下面看一下 收到央行的借借限 那我们看一下 收到再贴线的话 那怎么办呢 首先假设一百万的一个票据啊 假设一百万票据是什么呢 贴线负债 再贴线负 那这是一百万的一个票面金额 他会全给你吗 不会 假设的话 他给你的是九十九万 真正的给你了吧 那就是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放款九十九万给你了 那多的这个什么呢 这一万是什么呢 那就是贴线负债利息调整 这是一万啊 相当于什么呢 这块的话 他其实就是一个利息的问题 也就是说 再贴线的话 同样是 按照这个票面的金额 给你扣掉了一部分利息 剩下的资金打到你的账户上去啊 所以他是借 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这是收到了九十九万 然后呢 贴线负债利息调整户 应当给他什么呢 不利息吧 这相当于利息啊 那如果到期归还呢 到期归还你说用什么归还 用你的存款归还吧 所以我们看一下 贷房一定是清楚了吧 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我用我在央行的一个什么呢 存款去归还我对央行的现债 所以我贷方是什么呢 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那无债一千轻了吧 你把你的存款划走了 那你的负债也没了吧 所以你看一下负债账户 贴线负债 那再贴线负债也减少了啊 所以是什么呢 借贴线负债 再贴线负 贷债贷 贷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大家如果理解不了的话 你想想啊 你怎么还你的信用卡 比如说你有一张 这个中国银行的 这个活期的一个借金 你有一张中国银行什么呢 这个信用卡 发了公司之后 你还了8000的信用卡 那后果是什么呢 那你的负债 信用卡负债是不是就减少了 负债的减少是在借房吧 然后呢 你的银行存款 是不是也减少8000 这个资产的减少 是记在贷房吧 所以你看一下 这就是借贴线负债 再偏户 负债的减少 记在借房 但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这变成什么了 这就是资产减少了 也就是相当于用资产 去规换负债了 好 下面看一下 下就是同城的票据清算问题 那这块为什么呢 那经常的话 我收到你的票据 你也收到我的票据了 那你的票据100万 我收到你的票据100万 我付出去了 你收到我的票据80万 你也帮我付了 那这么一来的话 我们我帮你付了100 你帮我付了80 那咱们中间咋 咋给钱啊 我给你100 你给我80吗 不可能吧 那我们嘎叉求底 不就行了吗 求出个净值来 所以这是一个净值的问题啊 那票据交换 提出的应收应付票据 以提入的应收应付票据 那金额什么呢 嘎叉之后 那如果是应付大于应收 大于说 大家说这是干嘛呀 这是钱怎么出去啊 我应当付出去100万 我应当收进来80万 那你是不是应当给人家20万 你看一下啊 应当付出去啊 把这个方向一定要搞对 因为你是求出净值来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 那借清算资金往来 同乘票据清算 然后呢 贷 那就是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我们的清算资金往来 是什么东西啊 它是一个共同的涨户啊 它是一个共同涨户 那这是 它如果在借房的话 这是一个资产 那看一下贷房啊 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那有些人会想 为啥我不直接给他付出 就什么事了 那你想想 你如果直接付的话 这笔钱你就不知道付哪去了 所以它的一个账户意义是什么呢 我先减少我在中央银行的一个什么呢 总款啊 因为我们不是一个银行啊 我们不是一个银行 然后呢 我把这笔钱啊 先放在这儿 那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啊 我在央行的存款减少一笔 是干嘛的 这笔存款 你看一下 在央行存款减少有很多种吧 比如说和央行进行结算 那或者跟同行之间进行结算 这明显是什么呢 同行之间结算吧 所以我把它到这个账户上去之后 就证明是什么呢 我们同业之间在进行一个结算啊 这个是先把这个一个资产减少 打到这个资产站上去 这样的话就能够知道 它整个一个什么呢 结算的问题啊 那如果是应付小营收 那应当是什么呢 净收入吧 这是一个净收入问题 所以这么一来的话 那怎么办呢 人家把钱给你了吧 人家如果把钱给你的话 那你看一下啊 就是存放中央一样款钱 大家都是通过央行这个账户进行交易 那你看一下这么一来的话 你央行就多了一笔钱 央行账上多了一笔钱是怎么来的啊 是央行给你的吗 不是吧 那你下面看一下 但清算自己往来 同程照去清算 说明什么问题啊 说明这笔钱是因为同业之间的清算 给我的 给我结的一笔差额 然后呢 给我打到了在央行的账上 因为他们是共同通过央行账户进行结算啊 好下面看一下 如果是发生同业拆借 他们拆借是什么呢 他们拆借的就是在央行的超额存款这个借 因为他们是没有必要来回互相打仗的 这个转账的啊 这更麻烦一些 那我们看一下 站在拆入行 这是借款方的角度 我如果是拆入资金怎么办呢 借方存放中央行款线 那然后呢 大家看一下啊 我和别的银行借了一笔钱 我们俩都在央行开账户了 那相当于在央行账户上之间画着就行吧 就比如说啊 你的你跟你的同事借钱 你同事说你有公行的卡吗 我从我公行卡给同什么呢 公行转账过去方便一些 你说我有 这样的话 你俩是不是都是在什么呢 在公行账上内部 找一件账就行了吧 所以的话 借方是存放中央银行款线 然后呢 贷方 那就是拆入资金 某某行户 为什么呢 你得进行明细核算 你得记一下 你到底是欠谁的钱 将来还得还给他呢啊 那如果是归还 你还得有本金利息呢啊 还钱 那贷方存放中央银行款线 你是用在这个央行 账户上资金进行偿还 相当于找一个央行的卡 去还钱 这更加什么呢 贴切一些 拿在央行一张开的卡 去还钱 那你说 还钱里面有什么呢 他有拆入资金 某某行户 你把它理解为本金啊 这是一个本金的问题 那下面一个什么呢 就是金融机构往来支出 同业拆解利息支出户 这个是什么呢 是利息啊 这就是一个利息 那既然同业拆解是一个负债 他必然是有啥呀 有本金 有利息啊 千万不要忘了 还有利息呢 那下面看一下 就是拆出行 站在拆出行 它是一个贷款方 那贷出方角度啊 如果是拆出资金 要借方 那拆出资金 某某行户啊 证明我这个资产 是谁的 证明我这个资产了啊 那贷方呢 那你是拿你央行账上的资金 划给人家了吧 所以 突然之间你发现央行账上多了一笔钱 我们是不是也经常出现这问题啊 不知道咋回事 账上多了一笔钱 赶紧发朋友圈问 各位亲朋好友谁给我转账啊 毕竟告诉你 我还你那个什么呢 上次欠你一千 还你钱了啊 又多还你点利息 感谢你帮忙 这是什么呢 你账上突然多了一笔钱 存放中央行款项 这是你资产增加了吧 为什么增加 别人还你钱的 那所以拆出资金某某行 这是什么呢 本金还你了吧 然后呢 金融机构往来收入 同意拆解利息收入 那利息也得给你吧 这是一个收入啊 那你看一下 我是不是要确认什么了 我是不是要确认一个收入问题啊 那你看一下 这块我是不是要确认支出啊 这直接进入我一个什么呢 收入和支出问题吧 大家会问了 这玩意儿为啥不是 这个什么呢 应收啊 应付啊 怎么直接就确认费用了 因为它太短了 有的时候甚至都是隔夜的 第二天就能给你 那既然是直接过来的 没有必要应收应付啊 直接付出去 你付给它就直接确认为什么呢 确认为收入和费用就可以了 时间太短 好下面我们看一下就是 外汇买卖业务的快据处理问题 那外汇买卖要注意啊 银行有买入外汇 有卖出外汇 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账户设置啊 外汇买卖业务应当设置货币兑换科目 用来核算银行发生的各种货币之间的买卖 以及兑换金额 本科目按币种进行明细核算 比如说这个美元户 或者是什么呢 欧元户等等 我国普遍采用外汇分账时进行外汇业务合作 好下面看一下就是账务处理 账务处理我们首先看一下结汇啊 是银行买入外汇 银行买入外汇收进了外汇之后 要付出取人民币啊 或者在它的账上增加一笔人民币 那我们看一下啊 两个业务 第一个他先得收进来 那借库存现金货币兑换外币户 那比如说一个外国人手持着一个什么呢 一万美元的外汇进来啊 找银行兑换 那这个时候银行收进库存现金 它的资产就增加了库存现金外币 然后呢 代方是货币兑换外币户 证明什么呢 证明它的资产增加了一笔什么呢 外汇的现钞 然后呢 它的负债增加了什么呢 就是货币兑换外币户 证明它这个资产是什么呢 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的 那完了吗 没完 你把外汇收进来 你还得付出人民币 那付出人民币 我们看一下怎么办呢 那就是贷存现金 人币户 那你看一下你的人 你的库存现金少了这么多 你把它付到哪去了 把它到了什么呢 货币兑换人民币户 这一块 这么一来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吧 我之所以我的什么呢 库存现金人民币减少了 是因为这个货币兑换业务啊 那这个货币兑换本身是个资产负债的共同类 它如果是站在这个什么呢 借方 它就是一个资产 那相当于什么呢 资产的一个减少 这个减少了 这就增加了 如果没有中间这一个归结的过程的话 大家看一下 会特别麻烦吧 怎么麻烦呢 你就分不清你的库存现金减少到底去哪了 因为我的库存现金减少很多种 比如说居民 本国居民企业也可以提现的 但这个并不是提现 这是一个兑换业务啊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 那如果是他本来在国内是有开立的外币账户呢 如果有外币账户的话 它什么呢 相当于 比如说我有美元货 美元账户有1万 我把这个1万美元换成了6万8人民币 那这么一来的话 你的美元账户存款是不是就减少了 所以接受存款啊 接受存款就减少了吧 这是一个负债的项目 然后呢 持续增加了 货币兑换这会增加了吧 那 然后呢 那下面看一下 你要干嘛呀 给他人民币吧 那所以的话 那既然的话你是给他人民币存款 吸收存款 人民币账户就多了一笔人民币存款 然后呢 这块的话啊 是什么呢 就是资产的话 就是增加的啊 货币兑换人民币户啊 这是一个转账的方式啊 都是通过转账方式计算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就是受贿 那受贿的话就是卖出外汇的问题 那卖出外汇 那 那 你拿什么买呀 你是不是得拿人民币买呀 不能拿石头买吧 所以第一步你要收进来人民币 然后才能付出去外币吧 所以我们看一下 那就是借库存现金或者是吸收人 存款人民币出 那要么是什么呢 把你的银行存款里边人民币转出去 换成美元 要么是把你手中持有的人币现金换成美元 那这么一来的话 那带货币兑换人民币户啊 收这什么呢 收进人币 然后呢 要给人家外币啊 那这么一来的话 要么是付出现金了 要么是什么呢 在他账上给他 在他的外币账户上 给他增加一笔存款 所以什么呢 是库存现金减少或者什么呢 存款增加 这都是什么呢 这是资产减少 这是负债增加 然后呢 这个共同类账户货币兑换 美元户就增加了 好下面我们看一下 如果汇率发生了变动呢 如果发生收益的话 那就是借 那货币兑换 人民币户带 什么呢 汇聚收益 那收益这块要注意啊 是什么呢 这个收入的增加和减少 收益的增加的话是在带上的 收益的增加是在带上的 那我的什么呢 收益增加的话 那我资产账户上也是增加一笔的 这是一个增加 那然后呢 发生亏损的话 借贿兑收益 那如果他在借放 他就是一个亏损啊 如果这个收益类账户在借放 他就是亏损 减少是什么呢 是在借放 那带放什么呢 就是货币兑换 人民币户 这是什么呢 他发生一个什么呢 减少 我们是站在中国的角度看的 那我们的收益和亏损是站在什么呢 人民币是多收 还是少收的问题啊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 银行财务收支的快处理 那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收入和费用的问题啊 我们看一下科目核算问题啊 其实前面已经讲过很多遍了 这张支最闹心 就是因为前后内容有所重复的 那我们把前面的话 顺便的复习一下 那科目设置 商银行财务收支合算 应当设置利息收入 这是什么呢 那你看一下收入费用类 这是什么呢 这是收入类吧 那它的增加是在贷放 手维费及佣金收入 这也是收入类 那它的增加既在贷放 贵兑收益等科目 那这个也是一个收入类 增加也是在贷放 那以及利息支出 手维费及佣金支出 业务及管理费科目 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东西的话 它是一个费用为费 费用的增加既在贷放 费用的减少既在贷放 那各科目 应当按照收入支出的种类 或项目设置明细上 进行明细分色 那我们为什么前面觉得这块乱呢 就是因为他没把这块在前面讲 一旦是你要涉及到收入的话 要既在贷放 收入增加既在贷放 那费用增加既在借放啊 好 具体看一下主要的账务处理 那第一个就是利息收入 各项贷款利息 除了特殊规定外 一般按照全责发生制原则 在资产负债表 既提应收利息 并劝利息收 什么叫既提啊 那这个利息的话 我是既提 比如说在资产负债表日 我得看一下 我这笔贷款应当收了多少利息 那你在这个资产负债表上 既提了一万的利息 就一定付你一万 不一定 有可能过了一段时间才能付给你 但是我在资产负债表日 必须得算一下 我有多少利息啊 然后呢 只是既提还没有收到 但是你要确实利息收入啊 虽然这个利息没有收进来 但是它已经属于你收入了 已经计入了你的利润表了 收入减去费用之后 就是你的利润啊 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 我们是一个全责发生制 即使这笔真正的利息 没有付给你 没有收进来 也得要把它算成利息收入 只是说我现在没收进来而已 所以计息的时候 借记应收利息科目 什么叫应收啊 我们经常说什么呢 点名啊 我班有56个同学 应到56门 10到52人 有私人请假 那应收的话 说明什么呢 你该收 但是还没有收 那如果你收上来的话 就不叫应收了吧 已经到账了啊 这是还没到账的 然后代记利息收入科目 什么意思啊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全责发生制 我只是认试 我不认钱 只要这个收入是在我本期发生的 我就把它列为收入 最多我告诉你 这钱还没到账 但是它已经是我收入了啊 那如果是实际收到的时候 借记单位活期存款科目 代记应收利息科目 懂了吧 那借记的什么呢 单位活期已经收上来了吧 这钱已经到账了吧 所以是单位活期存款科目啊 代记应收利息 那我们银行的话 这个什么呢 你的应收的话就没了吧 已经不是应收 已经到账了 为什么银行快去乱呢 那你说单位的活期 这是一个负债科目 负债减少 相当于什么呢 你仔细想一下 相当于直接从企业的活期账上 划走一笔 划到银行 自己的账上去了啊 是这个意思 好 下面看一下就是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问题 那这个要注意 同样是 收到结算一笔手续费时 这是收到的时候啊 借记单位活期存款 或库存现金 代记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啊 那这个 它就没有必要说什么呢 应收应付问题了吧 因为它有的东西特别快 它不照我们贷款 时间特别长 三年五年都可能 所以到了资产负债表日 我必须得算一下 我今年应当收到多少利息了 但你看这个手续费是特别快的 那你收到的时候 确认为你的收入就行了 比如说账上 那到了笔钱 比如说要么是活期存款存家 要么是什么 库存资金啊 这个东西 那然后呢 你得看一下这笔钱到底哪来的啊 一看 原来是我给他啊 这个罢了业务收到的手续费 以及佣金收入 这就证明这个钱为啥来吧 好 下面看一下第三点什么呢 那就是利息的支出 这是付出去啊 这同样是一个权责方式啊 因为你到时候得结账 那你结息的话不一定付得出去啊 有可能今天结息明天才付的啊 商银行同样也应当按照权责方式 与资产负债表日 那既提定期存款的应付利息 并确认本期所有存款的利息支出费用 那确认是那借记利息支出 这利息支出记在哪里啊 它属于我们费用类的 记在我们利润表 我们不管有没有付出去 我都把它当成我本期的费用合算 最多我代记应付利息啊 我还没付出去啊 但是它已经是我的费用了啊 这就是什么呢 权责方式认事不认钱 这个事项只要发生 就确认为收入费用 但是不一定当场付得出去 那如果我实际发生支付的时候 怎么办呢 我的应付利息是负债就减少了 然后呢 代记单位活计存款 那相当于我把这个钱 转给我的储户了 那你说怎么转啊 那是不是就打到这个储户 在你这个行里边一个账上 你是不是直接就打到人家活计账上去啊 打到人家活计账上去 这个钱离开你银行了吗 没离开你银行啊 那不还是你的一个活计存款吧 对吧 还在你银行账上的啊 所以它也是你的一个活计存款 不干脆你给他付现金了吧 所以是什么呢 代记固存现金 乱就乱在这一点 企业的存款是银行的负债啊 好 下面看一下佣金手续费支出 这就简单了啊 商银行委托中国人民行 或其他银行办理支付结算 也应当支付手续费 那这个手续费支出怎么办呢 它也没有必要应收应付的啊 这个直接发生时候记账就完了 因为它时间短 那直接在发生的时候确认为手续费支出及佣金支出 然后呢 代方是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我把中央银行账上资金给划走了 划给别人啊 说感谢你帮我办这个业务 这直接确认为我的资产负债表里的费用了吧 好 下面看一下 那业务及管理费 如果发生的时候什么呢 那就是借记业务及管理费科目 代记有关的科目啊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这道单权题啊 前面讲的就不乱了吧 其实跟企业会计比较相似 就容易毁一些啊 当存款单位存入现金时 那我存现金该怎么办呢 那我的库存现金是不是增加了 那借库存现金可目 然后呢 带呢 那存入现金的话 那你说带记什么呢 有可能什么呢 存到定期也可能存到活期吧 所以带记什么呢 单位活期存款 这是可以的啊 答案的话 那就是B选项啊 那就是B选项 好 下面看一下第三节 国内支付结算业务啊 那我们教材编的话 底细有些问题 如果这张先讲的话 前面跨地业务处理的话 大家可能更加清楚一些啊 那下面我们看一下 支付结算业务的概述 什么叫做支付结算呢 很简单 那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比如说我们去菜市场买菜 那谈妥了十块钱买三斤萝卜 你给呢 给人家十块钱 人家给你三斤萝卜就给了 那支付结算 其实就是一个款项的收付问题啊 看一下概念 支付结算指的是 单位个人在社会经济混乱当中 使用票据 银行卡 和汇兑 托收成付 委托收款等结算方式 进行货币给付 及资金清算的行为 那就是怎么给钱的问题啊 那下面看一下第二点是什么呢 支付结算的分类问题 按支付货币形式不同 可以分成什么呢 现金结算 直接给人家现金 当然可以 第二个就是转账结算 或者叫做什么呢 非现金结算啊 它是什么呢 是通过银行的体系的 银行存款的划转实现的 好 第二点看一下 按支付工具的不同 可以把它分成什么呢 票据结算 非票据结算 对于票据的话什么呢 我们是通过签发和使用票据的 票据的话 那有汇票 本票 支票 三种 这是我国票据法上 所规定的三种票据 那下面的话就是 除了票据这种工具之外 也可以用其他的 非票结算 比如说汇兑 多成付 这个什么呢 维度收款 银行卡和国内信用证计算 这个要注意啊 我们这本教材 很多内容是比较沉旧的啊 中国其实在整个一个发展当中 它正好越过了票据的时代 直接进入了一个电子支付的时代了 那第三点看一下 按照支付地域都不同 可以分成同城的和异地的 好 下面看一下第二点是什么呢 那就是办理支付结算的基本原则都有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恪守信用 履约付款 第二就是 谁的钱进谁的账 有谁支配 第三个就是银行不垫款原则 好 下面看一下第三点内容 那就是银行存款结算账户 齐齐管理 这个是怎么办呢 你如果要进行转账结算的话 大家是不是都得在银行开立账户才可以 如果没有账户的话 根本就没有办法办理转账结算 转账转账 就是把这笔钱从你的账上 转到别人账上才可以 好 下面看一下第一点是什么呢 那就是存款结算账户的准类问题 对于这一块的话是什么呢 那基本存款账户 一般存款账户 临时存款账户 专用存款账户 这都是什么呢 这都是单位的账户 这都是单位账户 才有这个分类 那基本存款账户 那是单位什么呢 是单位存款人的主办账户 办理单位存款人日常经营活动的资金收付 及其工资奖金现金的支取 那如果是日常一个结算 应当通过该账户办理 那这个账户要注意 比如说我是一个企业 企业的话 尤其只有一个基本存款账户 是他日常核算的 那第二点的话 就是一般存款账户 可以办理现金的缴存 但不得办理现金的支取 你能够存现金 但是要注意不能够取现 取现是要受严格限制 你有基本存款账户可以取现 你干嘛用别的呀 然后如果是临时用途的话 有临时用账户 那专用存款账户 是一个专款专用的账户 好下面看一下 第二点内容是什么呢 那就是存款结算账户的管理问题 那存款结算账户的管理权 是中国人民银行 这个权限在央行手中 虽然具体开户 我们是找上一行开户 但是这个管理权可在央行 它负责监督和检查 并控制各开户行 对开立账户的管理使用 负责开户许可证的合法和管理 各商银行负责对账户的 开立和注销进行审查 准确办理开户的相关手续 并按照要求 在规定时间内 对开立注销账户 及时上办央行 你知道管理权项在央行就行了 好下面看一下支付集算方式 我国目前的支付集算方式 三票一卡一证为主体 三票什么呢 汇票本票支票 一卡是银行卡 那一证是什么呢 国内的信用证啊 但你说用的最多是什么呢 其实还是卡啊 我们都是通过什么呢 电子的转账方式计算 一般都是开卡 好下面看一下第五点就是 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 这个支付系统是谁啊 那是央行的啊 我们日常的各种转账 比如说同行之间转账 这很简单 没有直接的一个划转 它内部就行 如果是跨行呢 跨行就要用到这个东西了 那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 有两个业务应用系统 和两个辅助的支持系统 那两个业务的应用系统是什么呢 它分别是大额支付系统 和小额批量支付系统 那对于国外来说 那国外的支付系统大多也是这两个啊 那两个辅助系统是什么呢 那就是清算账户管理系统 和支付管理信息系统 好 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是什么呢 那就是大额支付系统 它用逐笔实时方式处理支付业务 全额清算账户 什么呢 如果你是大额的 那我就立马进行交易了吧 我没有必要再给你扑在一起吧 这是大额实时啊 一笔一笔实时 逐笔实时啊 达成一笔 就给你什么呢 交割一笔 建设大额实时支付系统目的 就是为了给各银行和广大企业单位 以及金融市场提供快速高效 安全可靠的服务 有的时候对于什么呢 支付清算要求非常高 你这边转完之后 对方有可能要求你立马上到账的 那如果有这个系统的话 那就可以实现什么呢 实时到账吧 它对中央银行更加灵活 有效的实施货币政策 和实时市场交易 那什么呢 即时清算就有重要作用啊 我们很多的一个什么呢 资金化准是有个实践要求的啊 好 第二点看一下 是什么呢 那就是小额批量支付系统 采取批量发动指令 嘎啥净额清算 那有可能在同一时间内 有付出有付出的 那你在这段时间 你按静止就来了啊 如果小额都这么来的话 比较麻烦一些啊 建设小额批量支付系统目的 是为社会提供低成本 大业务的支付清算服务 支撑多种支付工具使用 满足社会各种经济活动需要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 这道例题的单选题 中国人民行为社会提供低成本 大业务量的支付清算服务 而建设的支付系统是什么呢 低成本 业务量大 那应当是什么呢 应当就是一个小额批量的啊 答案的话那就是地选项 好下面看一下支票结算啊 在西方国家支票运动特别多 即使比如说在美国 美国居民之间的话 还是喜欢签支票进行结算 那他一直看不起咱们的什么呢 支付结算 说咱们的什么呢 这个支付宝啊 微信呢 不安全 有漏洞 那你说谁更不安全 支票其实更加不安全 但是什么呢 他们已经用了几百年了 已经习惯了啊 我国已经完全跳过这个过程 那你想想倒退几十年 九十年 九十年代或八十年代 那你说其他方式吗 你如果不使用支票等其他方式 你能够大量的支取现金吗 用现金不方便啊 你得看一下 支票指的是什么呢 由出票人签发的 比如说甲 是一个出票人 签发一张支票给乙 委托自己的开物行A 做一个付款人 那乙持有这张票据之后 当天就可以找到自己的开物行A 进行什么呢 几十付款 那这就方便了吧 有同学经常会说 为啥不直接给钱 那给钱更加不方便啊 那你说你能拿一堆钱运给人家吗 这是不大现实的 尤其是企业之间 你说怎么可能给钱呢 可不就得通过这种方式啊 那他指的是出票人签发的 委托办理支票业务的银行 在建票时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 或持票人票据 那支票可以分成什么呢 它可以分成现金支票 转账支票和普通支票 现金支票只能够支取现金 转账支票只能够用于转账 普通支票既可以用于支取现金 也可以用于转账 这是几种啊 那如果普通支票在左上角 那什么呢 上边画两条这种平行线的话 那他就一个划线支票 划线支票只能用于转账 就不能够用于取现了 因为普通支票的话 既可以取现又可以转账 那下面看一下支票的适用对象 范围及条件问题 他现在已经是非常方便了啊 那第一点就是单位和个人的款项结算 均可以使用支票 个人可以签支票吗 当然个人也可以啊 经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的支票影像交换系统 支票可以在全国范围使用 那不受起点的限制 全国都有用 那你说再有用也没有电子支付方便吧 第二点看一下支票的出票人 是在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办理支票业务的银行机构 开立可以使用支票的存款账户的单位和个人 重点是什么呢 单位个人都可以出票啊 这张票个人也可以出 那下面看一下第二点就是支票结算的主要规定问题 第一点就是那支票金额收款的名称 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给 为授权补给不得倍数转让 和什么呢 这是付款 为什么金额和收款人名称可以授权补给呢 那如果你拿一张支票出去采购 那金额和收款人你都不一定能确定啊 所以他可以授权 第二点看一下 签发支票应当使用碳速墨水或者墨值填线 如果是铅笔或者圆珠笔 他特别容易图改 而且什么呢 这个字迹特别容易 没 第三点看一下啊 支票大小写的金额 日期和收款人名称不能更改 否则他就无效啊 那任何原始凭证的金额都是不能够更改啊 这要注意 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不能更改 记住是收款人啊 你改收款人才行 比如说你捡了一张票 那他记载已是收款人 结果被你改成你自己了 那能行吗 不行 收款人名称不能改啊 那改付款人吗 更不可能啊 改付款人谁给你付款啊 那对于支票上记载的其他事项 原记载人是可以更改的啊 谁记载谁更改 但是必须签章来证明 那第四点看一下啊 不得签发空投支票 和以及预留银行签章不符合的支票 什么叫空投支票呢 比如说我1月1号签发的 然后呢 他在1月8号去什么的提示付款 在1月8号提示付款 账上必须有钱啊 你如果在这时候账上没钱 叫做空投支票啊 好 下面看一下第五点内容是什么呢 在同一票据交换区内 转账支票可以背书转让 支票转让时应在背书来内签章 那填名背书日期和背背书人 现金支票不得背书转让 什么意思啊 我们看一下假签发一张支票给已 已把他背书转让给了饼 什么叫背书转让呢 那支票正面记载相关事项 然后呢 你在支票的背面 记载转让的事项 比如说记载我的背书人是谁 背书就是在背面书写 把它转让 因为票据是文艺政权 你如果想要行使票据上的权利 必须证明 票据上有你 比如说这个饼 把它比如说乙 把它背书转个饼 那有乙就是一个背书人 然后记载 我把这个票据转让给了饼 然后呢 签章才可以啊 这么一来的话 这个银行就知道啊 原来这个饼 这个票从哪来的 从乙那里来的啊 好 下面看一下第六点是什么呢 就是支票的提示付款期限是十天啊 也就是说从出票制开始十天之内啊 是必须去要钱的啊 这是提示付款期限 那下面看一下这道单选题 签发支票后 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给的事项是什么呢 那金额和什么呢 收款人名称啊 付款人名称不行 答案的话是递选项啊 支票的金额收款名称 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给啊 那下面看一下本评 本票是谁签发的 是银行签发的 所以叫做本票啊 银行本人签发的票据叫做本票 它是承诺什么呢 自己在建票时 无条件支付 确认金额给收款人 或持票人的一个什么的票据 那为什么有这点呢 你想想我们以前的钱庄票号 你比如说在北京有个钱庄 你把这一万两银子存在北京钱庄 给你签发一张什么的银票 拿这张银票去了广州 那跑到这个银这个钱庄呢 在广州分号取出下来了吧 那这么一来就不用你在路上运大量的银子了吧 那这就是为什么要有本票的原因 你把它理解为钱庄票号 这是更好理解问题啊 啊 因为你不方便去什么呢 去别的地方运大量的现金过去 所以你带着一张小小的本票过去 更加方便 因为到异地完全可以对把钱再对付出来啊 那下面看一下 银行本票的结算和适用对象 范围和条件问题 那第一点看一下 单位和个人在同一票据交换区域 需要支付的各种款项 均可以使用本票 银行本票可以允许转账 著名现金字样的银行本票 可以支取现金啊 那下面看一下第二点内容 银行本票的出票人是经中国人民行当地分行批准 办理银行本票业务的银行机构 记住啊 这个本票叫做银行本票 是银行出票银行付款啊 那下面看一下第二点是什么呢 就是银行本票结算的主要规定是什么 第一点就是申请人应将银行本票交付给本票上记载的收款 你出票之后要经过交付才行啊 票得交给别人 第二点看一下 收款人可以将填名转账字样的银行本票 背书转让给同一票据交换区域内的其他单位和个人 那转让的时候同样是什么呢 在背书栏内签章 那填名背书日期和背背书日 他也可以背书转让啊 这三张票据甚至连支票都能够背书转让 那填名现金字样的银行本票不得背书转让啊 因为它是一个曲线的啊 好下面看一下第三点内容是什么呢 本票是鉴票寄付的 平时付款期限自出票日起不得超过两个月 什么叫做鉴票寄付呢 你拿到这张票当天就可以去要钱 这叫做鉴票寄付啊 但是你不能超过两个月 从出票日起不能超过两个月 那超过之后的话啊 这个就没有办法通过这种方式拿钱啊 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 但是这种方式已经拿不到钱了 好下面看一下另外一个指点什么呢 银行汇票啊 银行汇票什么呢 啊 他也是一个银行出票银行付款的问题啊 那关键问题 他涉及什么问题啊 他和本票的话 他其实都是 比如说甲是一个申请人啊 甲是一个申请人 他和别的地方以 有一个业务网案 比如说以把货发给他 然后呢 他得给人家 这个付钱吧 怎么付啊 他可以签发一张什么呢 申请签文章银行汇票啊 找到这个什么呢 A银行啊 去申请并交付了什么呢 一百万的款项 假设款项就一百万 然后呢 银行就给他签发一张票据 给甲 那甲呢 就把这个票据交给乙了吧 把票据交给乙 乙呢 他怎么要钱呢 他没有必要找A要钱啊 他可以找自己的开货行B去要钱 B把钱付给他之后 他俩之间再经过一个结算 那你看一下 这就很方便吧 站在乙的角度 只要把票寄过来 然后我直接找我的开货行 就完事了 中间你怎么画账 怎么折腾 就跟B人没有关系了 站在甲 站在什么呢 甲和乙的角度 那一个收款 一个付款 就非常方便吧 中间整个复杂流程 是通过银行体系办 就可以了啊 所以看一下 第一点就是 银行汇票的出票银行 那 是什么呢 银行汇票的付款 那自己出票 自己付款 那 大家会问 这个B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代理付款 帮助你付而已 那第二点看一下 单位和个人各种款项结策 均可以使用银行汇票 银行汇票可以用于转账 平民现金字样的银行汇票 也可以用于自己现金 那 它什么呢 同样不受金额提点 好 下面看一下第三点内容啊 银行汇票的出票和付款 限于参加全国联行往来的银行机构办理 省资计区直辖市内 和跨省市的经营区域内 按有关规定办理啊 那 对于跨系统银行签发的转账 那 银行汇票的付款 那 应通过同乘票交换 将银行汇票和解析通知 提交给同乘的有关银行 审核支付后 以用啊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 结算的基本程序问题啊 前面其实已经画了流程图了啊 这是个简要程序 我们也没必要搞得那么复杂 首先看一下 客户得申请啊 他申请还得交钱呢啊 他得给钱呢 申请人必须向银行提交 银行汇票申请书 填兵有关内容 定签证 然后呢 出票行签发汇票 出票行认真审查 汇票申请书 那 是否付什么呢 填写齐全 签证是否是什么呢 银行预留意见 有足够资金 收妥之后 那怎么收取款项啊 把这个款项 由他的活气账户划到相关账户去吧 给你划走啊 这样的话才叫收妥啊 然后呢 签发银行汇票啊 签发之后呢 那必须记载事项七项啊 他的记载事项是最强的啊 表明银行汇票字样肯定是 无条件支付的承诺 为什么叫做无条件支付的承诺呢 因为这张票的话 它是银行出票 银行付款 我自己付款 我自己当然给你承诺啊 不是委托别人啊 你没必要让别人付 你就是银行 你自己就有支付结算的功能 那出票金额 付款人名称 收款人名称 出票日期 出票人前涨啊 必须记载啊 缺一个就不行 那 申请人和收款人均为个人 需要在 对付地支取现金的 必须在银行汇票申请书内 填名代理付款人名称 并交存现金 那申请人或者收款人为单位的 那一个是单位的 不能给他办理现金业务啊 单位的现金业务要受到严格限制 那下面看一下交付啊 申请人 那申请人啊 添着先关注申请书 找自己开货房申请这张票了 开货房把票给他出票了 出票之后要交给申请人啊 申请拿这张票 得给别人啊 他自己拿票没用啊 申请人应将银行汇票 和解气通知交付收款人啊 比如说之前那个例子 假找A去申请 那交给乙 乙找B去什么呢 提示付款啊 整个一个流程是交给收款人啊 收款人 受理申请人交付的银行汇票 应在出票金额以内 根据实际需要款项办理 他有一个特点什么呢 比如说我出了100万票 但有可能只结算80 有可能他只给你发80万的货 所以他有一个实际的结算金额啊 不一定正好把票全拿走 超款人 可以将未填写现金资料的银行汇票 备出转给其他人 主要是同样也可以要钱账啊 这个一定要记住三张票连支票都能够备出啊 那如果是备出转账 以实际结算金额为准 如果实际结算金额超过出票金额的话 那是不履受理的啊 比如说你出票金额只有100万 你最多是在这个100万以内进行 你不能超过100万 好下面看一下就是付款啊 这是什么呢 他是出票日期要注意是一个月啊 好下面看一下第三点是什么呢 那就是构成银行汇票无效的行为 那银行汇票的金额 出票日期收款人名称不得更改 那不仅仅是这一块啊 我们这三张票 他的金额出票日期收款人名称 都是不能更改的啊 三张票都不能改 不单单是这块 如果是更改的话 直接无效 对票据上的其他记载事项 原记载人可以更改 更改时应当由原记载人 再更改出签章证明 那第二点看一下 银行汇票金额 以中文大写和阿拉伯数字同时记载 二者必须一致 不一致的无效 那有的时候讲相关课程 我会问同学们 同学们 如果票据上的大写和小写不一致 以谁为准呢 大家一口同仲告诉我 以大写为准 错了啊 谁都不为准 二者必须一致 否则直接给你无效啊 那第三点 如果你背书的话 不能够负有条件 如果负有条件的话 条件不具有效力 什么意思啊 那如果背书不有条件 要记住 条件无效 背书有效 同时 如果将汇票金额一部分转让的背书 比如说我一百万的票 我只背书四十万 不行啊 或者将汇票金额分别给转两个人 比如说一百万 那我把它背书给贾跟乙 行吗 也不行啊 你要背书就整个背书给人家 不能够备份背书 也不能够进行分别背书 好 第四点看一下 银行汇票实际结算金额不能更改 更改无效 任何原始凭证的金额都不能改 改了 直接无效啊 公式催告转让行为无效 什么叫公式催告呢 比如说我啊 持有一张票据 但是丢了 丢了之后的话 我就把这个什么呢 去法院公式催告 说我这票丢了啊 那如果是大家不去来找我的话 这个票就作废了 所以公式催告区间的话 那这个转让行为无效 第六点看一下啊 那现金要汇票不得背书转让啊 背书转让后 那转让行为也是无效的 好 下面看一下第四点 那就是银行不得受理的银行汇票啊 银行汇票提值付款期限 自出票的起一个月内 那可以提值付款啊 那比如说我是什么呢 1月8号出票 然后呢 到了2月8号啊 这是一个对应的啊 部分大月小月 按对月对日计算 下月的这一天算啊 那如果是遇到法定休假日 你顺言 那比如说周六日 你顺言到周一啊 那如果是超过的话 要注意啊 代理付款人不予受理 第二点看一下 未填明实际集算金额和多余金额 或实际集算金额超过出票金额的 银行咋办呢 银行也是不予受理啊 那第三点看一下 持票人向银行提示付款时 必须同时提交银行汇报和解期通知 欣赏任何一连 他就不予受理啊 这几个连字都是有用处的 所以必须得给其惨些 应该是有用处的 例子 不予受理 不予受理 得不予受理 解期通知